《贪》字和解 贪是一个形生字 以贝字为部首 与财物有关 金字为生 本意是贪财不知足的意思 贪字拆开是金与贝 金者今日 贝者财富 所谓今日之财 就是短暂的利益 在中国古代社会 腐败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之一 就是贪 贪的对象 一般是以财富和权势为主 贪字最早出现在诗经里 诗经大雅桑柔 说贪人败类 是指贪的危害性 和非道德性 又说明知贪乱 意思是贪已经成为一种 不正常的社会分歧 中国贪官大约在姚舜时期 就已经开始出现 至今有五千年的历史 古今中外 人都是在物质的诱惑下 过着本末倒置的生活 新约圣经提摩太前书 六章九节提醒我们 那些想要发财的人 就陷在迷惑 落在网络和许多 无知有害的私欲里 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 贪婪是一种强烈而自私的欲望 当人自私自利 只是看顾自己的时候 心里就会滋生贪婪的毒根 圣经警告我们 不要屈服于贪婪 向往荣华富贵 因为这些都是魔鬼撒旦的陷阱 会带来毁灭 一般人认为拥有越多就越富足 在他们努力追求财富的时候 他们就忽略了呵护 珍惜自己宝贵的生命 新约圣经路加福音12章15节 主耶稣警告说 你们要谨慎自首 免去一切的贪心 因为人的生命 不在乎家道丰富 金钱和财富本身没有问题 问题是在于人不知足 钱财和物质永远都是短暂的 更不能填补人心灵的空虚 真正的富足不在于家道 而在于生命 当人追求财富的时候 他们就会被贪得无厌的欲望吞噬 变得爱世界多于爱神 贪阻碍了对神的爱和顺服 贪令人远离神而走上错误的路 旧约圣经出埃及记20章15和17节 神的实戒包括 不可偷窃 和不可贪恋人的房屋 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 扑币 牛驴 并他一切所有的 今天世上有许多人虽然是贫穷 但新约圣经雅各书二章五节 却说他们是富足的 经文说 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 叫他们在信上富足 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 所以我们内心的渴求 应该是积聚财宝在天上 主耶稣在新约圣经 祝基督为我们的满足 要以圣灵宝慧师为我们的安慰和引导 有神 我们便一无所缺 您是否也希望不再为生活而担忧 享受人生富足的生命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